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我帮闺蜜出钱处理打离婚官司 没想到,她却差点要了我女儿的性命 半夜三点,我忘记把手机调成静音 她不停地响得不停 我从梦中惊醒 看到屏幕显示着发小逢霞的来电 她的哭声在这空旷的夜晚尤为凄惨 苏苏,我老公又打我了 儿子发高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报警了吗? 她还在家里吗? 她打完我后,像没事人一样出去了 我不敢报警,担心她会更糟糕 我叹了口气,起身穿好衣服 准备开车去看看她 我的丈夫江帆不满地皱起眉头 又是你那个遭受家暴 但不愿意离婚的发小 自从你们重新见面后 她找你准没什么好事 我亲了她一下,没办法 冯霞以前帮助过我很多 现在她正处在困境中 我不能丢下她 我不知道几点能回来 你醒来后记得把女儿送到幼儿园 冬天的寒风很冷 我披上外套走进严寒中 到了冯霞的家 我看到屋里一片凌乱 她的儿子因哭闹而疲倦地睡着了 冯霞的胳膊和脖子上不满伤痕 让我感到愤怒和心痛 家庭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是打算被她打死 然后后悔没有离婚吗? 冯霞表情痛苦地说 我想离开 但自从生了儿子后 我一直待在家里 如果我硬要出去找工作 就无法同时照顾好儿子 全职妈妈的痛苦大概就在于此 她脆弱地看了我一眼 苏苏 考虑到我们多年的友情 你不会不管我吧 我无奈地摸了摸额头 放心 我会帮你找办法的 人生中能够遇到 真心对待的朋友并不多 而冯霞对我来说 就是其中之一 在我小时候 我父亲是个酒鬼 喝多了就像冯霞的丈夫一样发疯 动手打老婆和孩子 而我母亲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 习惯了顺从和忍受 根本没有勇气反抗 那时我们租住在冯霞的家里 她家庭经济相对不错 有祖辈留下的房子可以出租 她的父母还在一楼经营着一家饭店 生意还算不错 冯霞和我在同一个班级 我们一起上学放学 她从不因为我没有钱而看不起我 经常给我打包饭店的鸡翅作为零食 作为回报 我按照冯霞的要求模仿她的自己写作业 在我母亲失业后 冯霞的母亲主动让她去饭店做洗碗工 给她的工资比其他人高一点 每次冯霞的母亲看见我 总是笑眯眯地说 苏苏成绩很好 多和小霞一起玩 有时间辅导她一下 我欣然同意 不厌其烦地把课堂上记的笔记 给冯霞讲了一遍又一遍 冯霞的母亲非常高兴 还会给我买新衣服 尽管冯霞对学习不够专注 她的大脑似乎不接受油盐调料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情 她仍然与我分享零食 和我分享内心的小秘密 直到我和母亲离开故乡 我们的友谊才暂时中断 那是在某个开学前的时候 我父亲酩顶大醉 用啤酒瓶伤害了母亲 并拿走了我的学费去赌博 面对流血不止的母亲 我感到惊慌失措 大声呼救 冯霞的母亲立即赶来 第一时间把我母亲送往医院 并垫付了医药费 随后母亲出院了 父亲也被关了起来 为了彻底摆脱苦难 母亲在亲戚的建议下逃离了那个环境 后来她通过起诉离婚的方式 结束了这段令人恐惧的婚姻 看到冯霞陷入如此困境 我深感悲哀 命运总是如此相似 她苦涩地抱怨道 我老公希望我安分在家带孩子 他说不会离婚 这个人比你爸爸还狠 如果我带着儿子逃走 他就会拿刀回老家找我妈妈 可恶 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威胁 我建议冯霞去医院检查伤情 否则即使要告这个家暴男人 也没有证据 冯霞乖巧地听从我的安排 当他抱着熟睡的儿子时 我提议道 要不然你先找份工作 如果没有收入来源 法官可能会判决将孩子判给母亲 但你也担心养不起他 他常常叹了口气 我没有像你一样高学历 哪里能找到既能养活孩子又高薪的工作 我默默无言 那年 我和母亲离开县城后 我努力读书 努力考上大学 并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冯霞的成绩本来就不好 后来饭店遭遇火灾 他的父亲无法逃生 家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冯霞的母亲费了很大的努力 凑足了钱让他去市区学习幼儿教育 至少学一门技能以维持生计 仔细思考后 对冯霞来说 去幼儿园工作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在接孩子的时候 我去了园长办公室 我和园长是朋友 他曾经提到生活老师离职了 招聘有些困难 如果冯霞过来工作 我们可以将他的儿子转到这里 这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即使工资不是特别高 至少能兼顾两全 得到园长的同意后 我去征求冯霞的意见 他有些犹豫 你老公不是开公司吗 我去那里当白领会不会更好 我耐心地解释 江帆的公司除了前台和财务部门 其他都是技术相关的 恐怕没有适合你的职位 冯霞自嘲地说 当初要是知道读书有用就好了 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坐在办公室 嫁给条件好的男人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只能尽力帮他安排在幼儿园工作 并帮他办好儿子的转学手续 园长对冯霞的表现还算满意 他对我女儿很照顾 人缘也不错 然而或许是我多心了 每次放学 接女儿去学跳舞和钢琴时 我都能察觉到冯霞脸上 流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他羡慕我女儿年纪这么小 每个月可以花这么多钱 学习各种技能 而他的儿子却没有机会 参加这些班级 有时候 我丈夫江帆 会让朋友买漂亮的裙子 让女儿打扮成小公主的样子 冯霞看到后 不禁感伤地说 小时候 都是我穿着漂亮的裙子 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如今却反过来了 我想起冯霞的母亲 过去对她的好 经常给她儿子 买新衣服和鞋子 当女儿想吃披萨时 我会带上她的母子一起去 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可惜好景不长 冯霞刚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 就被她的丈夫强行拿走了 一开始 冯霞不愿意给她 结果被她狠狠揍了一顿 导致她来幼儿园时 不得不在额头上涂上几层遮瑕膏 勉强遮住伤口 她充满痛苦地说 只要我留在这个家 就永远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 我呆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 冯霞抱着儿子突然哭了起来 苏苏 我能暂时搬到你家去吗 我真的很害怕 那个可恶的男人半夜回来 动不动就掀他被子打我 这有些不方便 我们家江帆有点洁癖 不太喜欢家里有太多外人 她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也对 像你老公这样有钱的人 肯定看不起我 我连忙解释道 别误会 要不然我帮你在幼儿园附近 找个小单间 你先搬出去再说 长痛不如短痛 最好的办法还是离婚 冯霞思考了一会儿 最终点头答应找个机会 与丈夫谈判 很快 冯霞带着儿子 搬到了幼儿园附近的出租屋 我帮忙购置了家具 收拾一下就能开始过日子了 冯霞看起来很感激 说要请我们全家 吃顿饭以表谢意 但是江帆太忙了 周末还得加班 所以我只带着女儿去了出租屋 享受了一顿大餐 见我丈夫没有来 冯霞有点失望地说 本来想问问你丈夫 有没有办法可以单独离婚 可惜他连个面子都不肯给 我一边为女儿吃饭 一边笑着说 她是技术出身 对于离婚这种事情 她不太了解 我已经帮你找了律师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咨询她 冯霞包了一只虾 给我的女儿 笑着说 苏苏 你对我最好了 选择半例渣男 果然是明智的 我已经有大半个月 没有听到冯霞抱怨 被家暴了 期间我让律师教冯霞如何提起离婚诉讼 还帮她垫付了律师费 我一心想帮她尽快摆脱苦海 为了感谢我对她的帮助 冯霞主动提出放学后 把我的女儿接到她家完 免得我经常请假去接孩子 出于信任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每次去她家接孩子的时候 都会带一些蛋糕和点心之类的零食 然而不久后 我的女儿竟然在那个小房子里发生了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 冯霞的丈夫不知道 怎么打听到他们母子的下落 他怒气冲冲地跑过来 要求冯霞带儿子回家 冯霞费了很大努力 才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环境 当然不肯回去 于是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渣男情绪激动 他不仅动手打了冯霞 还狠狠地踢了我的女儿一脚 等我急匆匆地把她送到医院时 发现她的皮脏出血了 看着女儿可怜兮兮地躺在医院里 我真是愤怒到极点 江帆更是怒火中烧 立即报警 以故意伤害罪将冯霞的丈夫抓捕起来 二斜杠二 冯霞一直在道歉 苏苏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 你有怨气就打我吧 看着她脸上还未消退的巴掌印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那段时间 我请了假 每天都去医院 祈祷着女儿能尽快康复 然而 当倒霉事接踵而来时 糟心的事情一个接一个 多年没有联系的渣爹 不知怎么找到了我的地址 他勾搂着身子跑过来 要我出钱供养他 这怎么可能 然而 渣男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死缠烂打 渣爹每天在医院徘徊 假惺惺的说事来看望外孙女 实际上却不知道打什么主意 江帆得知我们家的刚大禁地 担心老丈人曾经有伤人的历史 担心他会因为要求得不到满足 而采取冒险行动 他把女儿转到更好的医院 然后带着电脑来医院工作 累了才和我交换班次 渣爹的身影消失了 我算是暂时松了一口气 然而谁知道 这个难以甩开的年人 竟然知道我住在哪里 渣爹一直守在门口不肯离开 保安赶他时 他还大声嚷嚷 声称谁敢伤害他 他就索赔一百万的医疗费用 我再也无法忍受 质问他 你到底想要什么 乖女儿啊 我欠了很多赌债 当然希望你帮我还清 让我舒舒服服的过几年日子 这个心肠很毒的人 不配享受平静的晚年 然而女儿即将出院 出于安全考虑 我还是不得不先把这个 定时炸弹处理掉 我以谈判的口吻 想看看他的底线是多少 渣爹开口就要求我一次性支付五十万养老费 然后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回老家 我拒绝了 五十万太多了 顶多给你五块钱 公交费送你到火车站 渣爹勃然大怒 你把我当乞丐呀 老冯家的女仆 说你一年赚的不止这个数 还和女婿住在大房子里 你这样对待亲生父亲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老冯家的女仆 那难道不是冯霞吗 我的耳朵再也听不进那些冗长的辱骂 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 这个老家伙是不是冯霞找来的大麻烦 真相很快得到证实 那个渣爹越骂越上瘾 抱怨在老家被债主追杀 生活不如猪狗 而我在城里过得非常幸福 完全没有想起 还有个需要照顾的亲生父亲 我忍耐着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他嘲讽地说 哼 不就是冯霞吗 老冯家的女儿给你打电话炫耀 说你天天吃好喝好 每个月给我外孙女报班 还花费一两万 当我追问你的地址时 他还告诉我 不要跟你提这件事 说会影响你们的关系 他真是了解个屁 你连亲生父亲都能狠心抛弃 还能对他有什么感情 我无法再听下去 深究下去只会陷入无底的黑暗 对付这个渴望满足的亲爹 我当然不能给他钱 当女儿康复后 我们搬到江方朋友的别墅 那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 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 扎爹年纪已经不小了 要在大城市谋生并不容易 就看谁能耗得更久 女儿出院那天 冯霞说要请假 带儿子过来帮忙 我拒绝了 冷冷地问他是否知道 扎爹过来的事 冯霞惊讶地说 我工作多年了 根本没有与你父亲联系 是吗 可他说我的地址是你告诉他的 他的脸色立刻变得不好 不可能 你父亲一向喜欢撒谎 肯定是在骗你 我冷笑着说 一个人可能骗我 但如果连你丈夫都说 是你故意用我们家富裕的条件激怒他 他才会伤害我女儿呢 冯霞的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伪装的人终于摊牌了 冯霞情绪失控地大声喊道 为什么你能嫁给好男人 住在大房子里 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钱 而我只能被男人打 成为一群小屁孩的老妈子 连儿子的吃穿都得靠你施舍 以前你家条件比我差那么多 命运却开了一个恶作剧 把我失去的一切都送到你身上 我怀疑是你偷走了我的好运气 否则 为什么我找的男人 都像你父亲一样暴力 冯霞说出的荒谬之词 让我吃惊不已 然来世上真的有人会嫉妒你比他富有 嫉妒你得到的比他多 他只看结果 却不顾过程中的艰辛 人心无法测量 无法透过表面 看清一个所谓的发小的真实想法 我将冯霞无耻的行为告诉了江帆 他轻蔑地笑道 这个女人第一次见到 我就索要我的电话和微信 说以后遇到麻烦想求我帮忙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呢 当初我们重逢的时候 你兴奋得很 我不想泼冷水让你乱想 我陷入了沉默 也为自己的迟钝感到羞愧 冯霞不仅妒忌我拥有的一切 还打算把我已经得到了一切都抢回去 经过深思熟虑 我让女儿休学养身体 并结束了冯霞知道地址的课外班 扎爹找不到我们 不久后就一贫如洗地回到了老家 至于冯霞 很快被园长解雇了 这其中也有我的功劳 我将女儿受伤的真相公职于众 园长再也不敢让一个心思深沉 道德有问题的人 留在幼儿园造成隐患 就在我和江帆实现 以防换防计划后 冯霞又打电话来求和 他说自己被一辆电动车撞伤肝脏 但肇事者逃逸了 他没有钱住院 儿子也没有人照顾 我毫不留情地说 你有信用卡 有花呗和借呗 要活命就自己想办法 以后别再找我了 得知女儿受伤的真相时 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破裂了 面对人性卑劣的人 我们必须学会及时止损 毕竟善良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分享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